大家好 今天是八二一號 星期一是八二份第一個交易店 當然暫時來說 很難看到這個月的股市是先高還是先低 不過當然橫子暫時來說 在兩萬點好像還是有一點點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橫生指數先低開一百三十點到兩萬零二十六點 曾經一度在低見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三點 相對上個星期五來說 這分鐘股市是回調兩百七十三點 當然兩萬點也已經失手了 還好就是買盤開始出現 結果整個股市在穩步當中 一點一點的回升到兩萬零兩百點左右水平 當然暫時來說 由於市裡面的細分還是比較一般 所以就算是股市稍微有一點點的回穩 可是在兩萬點左右水平 買盤還是比較小心的 尤其是投機節的心態還是只是一般而已 不過今天看起來像惠宏表現還是不錯的 因為它的中期的業績比股計回好 而且派送的利息也不錯 所以變成來說股價就回升到五十一塊多 左右水平 由於惠宏在恆生市中 裡面見的成分比重有八百百百百 要是它的股價稍微表現比較好 對整個股市的確是有一個回穩的效應出來 不過股市要往上走還是要看其他的恆始成分股 就算是惠宏稍微做好一點點 要是阿里巴巴還有騰信這些股價稍微反駁而帶遠的話 那股市也很難看得太高的 從基礎上來看 剛才我提到今天是八月份第一個交易點 當然暫時很難跟大家說 這個月走勢是會是先高還是先低 不過相對今天的低位是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三點看起來 要是說在八月中之前沒有更低的指數出現 八月份股市暫時會出現一個先低後高的走勢的 當然就算是這樣子我們還要看看 往上看十天線二十天五十一百跟兩百五十天線 全部在上面最接近限制的就是十天線 要是指數能夠回升到十天線以上 當然暫時來說可以擺脫進一步 彷彿而不明的走勢 可是要是說指數一直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的話 大家對股市的看法還是比較保守一點點比較好 現在看起來經濟股份的走勢 的確是令人比較擔心 像騰信可能會下市三百點這個大關的支持 阿里巴巴嘛九十九十塊錢的支持 暫時好像是不錯 可是一旦失手的話 另外一個防守的據點就要退守到八十塊錢左右水平 其中來說我覺得八八的走勢是比較令人擔心的 另外美團點評今天表現還是不錯 不過相對這個反彈的高位在兩百一十一塊錢看起來 其實股價已經正在下市一百七十五塊錢左右水平的支持了 這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七切股今天的表現不錯 像比亞迪股價抓著這個高台 而長存七切表現不錯 吉利七切更出現一個明顯的上升 可是肢體七切現在這個水平 往下看十八到十八塊三的左力還是蠻大的 對股價的表現我覺得稍微做好一點點 其實來說有一個回穩的效應出來 可是要怎麼樣大幅度上去 我們還是要看成交方面能不能夠配合 今天看起來成交經驗可能還是比較多了一點點 不過動力方面還是應該再改善才行的 好了 今天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